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忠实来看 赖销配32.7% 侯康配29% 双方就是差3.7% 美利岛的部分 赖销配35.2% 侯康配32.1% 双方是差3.1% 然后ET Today所做38.5%对上35.1% 双方是差3.4%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差不多差3%的误差范围之内 当然这一次是撒卡都 撒卡都我们要看第三个 第三个它没有超过两成 但就差不多快两成 都是在19.7% 19.7% 19.6% 好 那我们先看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所谓误差范围之内 跟你们自己的民调是差不多的吗 大概国民党有做内参民调 那内参民调大概也都相去不远啦 最重要选举 民调都是参考用啦 参考欸 民调第二名 也是不会当选啦 民调只有第一名 而且民调一定要很准 而且是要开出来是第一名 才是真的是 才有意义 就算你民调现在是第一名 开出来还是第二名 你还是输嘛 所以民调是参考用 不过连选举大概剩下不到一个月 28天左右 那我们要勤力冲刺 最后一里路 拚就定了 拚就定了 好 可是你看 就是你们自己的内参民调有提到 就是说 因为是主席朱立伦所说嘛 他说其实你们是贏的 而且他说已经是出现了黄金交叉 贏多少 0.8% 然后立委飞鸿泰也有说是蓝白破局之后 第一本领先 而且在北北基赢很多 那中张头小赢 那南部当然输一些 所以你有看过这份民调吗 看都有看 不过 所以有赢嘛 都是参考啦 我那些都说参考啦 赢是开出来赢才算赢啦 对 不是民调赢 内参民调有赢啦 不管赢不赢 我都给董作是一个参考 我才不在乎民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 我在乎我去陪人民的接触的感觉 那种感情就会感觉说 到底我们的支持者的热情回来了没有 我到南部去 到底有没有想说 我的民调是不是失于大捷 所以南部人就没有日常 南部人就没有帮你倒三天 那个感觉 毕竟我还是显过局的人嘛 你下去 你陪人民到底你就知道说 这段时间有改变吗 这段时间专呆完 专呆完 我这样走 比我前一段时间 那些集集者都撞出来 这招一定要赢 绝对不可以输 所以其实很多的沉默的多事 其实他对政治也许在一段时间里面 他觉得 啊 政治怎样 所以不是说他自己关心 但是越到险子的后期 他就很关心你候选人 然后现在跟他自己比较 理念比较像的 好 所以说呢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分野线 我感觉啦 是在蓝白破局之后 你看民调也是这样做 蓝白破局 你会就走起来了 那时候就大家决心了嘛 就决心了嘛 决心不是说 我们直接决心他这段 让我们自己拚 我们拚一定要赢 绝对不能拚输 拚输 中华民国存完关键意义 台湾这个土地可以平安与火 和大家息息相关啊 所以这一桌他怎么会不拚 不是国有要拚而已 大家都要拚 所以这个是带拼最后一里路 所以这个气大家说 一直再冲出来嘛 对啊 哪早知道这样 我们干嘛在那边花那么多功夫 还要这个忍气吞声 还要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 忍辱负重 然后去弄这个蓝白河的情况 有些事情也不能这样想啦 因为人民期待嘛 蓝白合作 然后能够 好像政党轮替会比较容易嘛 其实既然人民有期待 那我们也是尽量的希望 朝人民的声音 往那个方向走嘛 过程一定有很多的 没什么要说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嘛 过程没有谁对谁错啦 过就过了 过就过了 过就过程就这样 这样就向前走 那一个过程已经过了嘛 人只会往前看 哪有往后看的 人齁 人心没有吃后悔药 人心到了这种年龄了 更快我们出来 像我们这种打仗出身的 上了战场 哪有说会退的 说了战场 只但你说张燕金嘛 说达到你就达到你啊 所以战场你就不但没有退 你就只能往前走嘛 这是必然的嘛 人一定要达到 最后的一个结果嘛 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我们就拚到底嘛 所以当时有人在说 就像柯文哲 他就说 那一次的军乐会谈 大家说 郭民棚高招就是 你把简讯黏出来 因为那个会让大家看到 譬如说柯文哲先生 他的这个个性啊为人啊 你都想太多了 说你们高招 没有啦 我什么招也没有啊 我是很平常心看待这些事情 几个人坐在那里啊 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啊 没有话可说 简讯就拿起来练一练啊 你又有敢问过呢 没有人要敢问 因为简讯的事情 一定要敢问 我问两次呢 对 他说 因为柯文也有问 他说 你就 人 你已经有敢问 人有跟你问 问了说 可以 咱就黏 这样你没有错啊 但是他就说 你又没有问说 要黏到一堂 他也没有传 什么招法 就那堂而已啊 那堂而已啊 没有啦 整个招法 但是都在那堂串的啦 没关系啦 那个跌了就好 我也没有 认识什么拍摄 我就认识说 不然大家都 死的人一天啊 包括那些 马前总统也在那裡 总是要有话说嘛 不然在镜头对着我 我渐渐没有话说也不好啊 我本来是跟 郭董事长说 柯文哲主席先说嘛 他可以跟我认识先说 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想想 不然就 要来我你们也说一下 大家清楚 这样而已啦 都过了 过就好了 大家都是用我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 哎呀 台湾这么小 哪有什么敌人 我在台湾工作也43年了 我也在当警察 我只有一个敌人啦 誰 坐监犯科的人 我拿着拐 拿着拐 好 出的都好人 好人哪有什么 好人也有朋友嘛 那不过一天像军乐会团 撕破联 现在跟郭董还有联络 没有啦 我哪有撕破联 没算撕破联 没有啦 你们就要起来走 没有啦 我没有啦 我是 那时候到六点半要结束了 六点半结束了 我们就要走了 不然你做了要干嘛 下一个场地 人家要用了 没有啦 所以想太多了 没有啦 我都没有朋友 都是朋友 可是 你看郭董后来就没要算啦 没要算也是朋友啊 也是朋友 他爸爸还说 我以前的阿斯咧 长官呢 你这段时间刚好联络 军乐会团了很久 我最近出国去了 所以没联络了 有 事实上我有跟他打电话 说实话他就没接通 没有关系嘛 我就在打嘛 这段时间他说到美国去了嘛 还是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都是警察见熟嘛 他爸爸是警察 他爸爸又是刑警耶 然后是你的长官 是阿舍啊 是我的长官啊 不过我们不太熟 是因为那个关系太大 我太小了啦 那时候还是小警察 小警察 OK 所以接下来会寻求郭董的 就是一起合作啦 所有人的力量 求如何如何 所有团结的在野的力量 不管是谁 我们都要凝聚 尤其我们又属于 对中华民国最支持 也最倡议两岸和平的人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嘛 而且郭董是一个 经济上对台湾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才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导人嘛 我们要借重他的长处的机会 很多很多 我觉得还是需要他来帮忙的嘛 那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人怎么可以轻易的说 哇 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都要拜托他耶 要拜托 都要拜托他 要拜托他来到三天 所以 你先去到三天 未来 国政也是要拜托他到三天嘛 所以这段贴不通要继续打 要继续打 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民调 最主要你说现在 今天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输三趴的情况 但是你的趋势 你看这个一路的蓝本来还蛮低迷 甚至比民众党还低 可是你看蓝白分 你看分之后你看整个开起 整个开起 然后你就这个往上串 一直到现在你看差了就是3.1趴 很接近 那当然民进党的部分 他一直维持平盘 整体上维持平盘 他们这边有落也有起 但是还是在这一条线上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民进党差不多到天花板在这 你会这样感觉吗 其实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样 好 在乎自己要更拼 更拼 还很拼 搭趴很拼 选体就没有选第二名的 是选第一名的而已 开票出来就是开一名而已 是 但是这个重点 你的趋势 如果这样继续走下去 你会交叉 黄金交叉 你判断差不多是什么时候 票开这样我就会赢了 那是1月13 我说这差不多 选前多久 你感觉会黄金交叉 我从来没有办法对未来抑制 但是我知道 越选到最后 我气力越足 从两次选举 选到最后 战斗力越强 越不累 越一直要抑制 那我都保持一个高昂的肚子 高昂的肚子 整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白河 有些事情 我们也要抑制 现在就过了 他就一直拼 所以有信心 近期内 黄金交叉 一直拼 拼好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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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民调拼好拼 选拼好拼 民调拼好拼 民调拼好拼 民调不准 民调是怎样 我讲真的 我也听了很多意见 但是我都谢谢 民调做出来给我们参考 说我南部大概是什么一个状况 中部是什么状况 北部是什么状况 或是离岛 或是发动地区 是什么状况 这不错 这参客 还有年轻是参客 参客 像我说年轻的族群 我们真的还要加把劲 对不对 然后南部地区 我们要加把劲 所以这段时间 我也常常回南部 我南部小孩 迫住嘛 我讲的有的和他们都靠去 都按摩摩摩摩摩 所以赵少康这次看我去南部 和我们的乡亲在说 那里里雨 他跟我说 你很敢说这些有的不的 不是那些有的不的 那里雨 我讲的一句一句 我讲的 我讲的我都讲的 起嘴吃辣肉 起嘴吃辣肉 那麻麻麻 讲的对当对当 一拜一拜 一拜一拜 你也要一拜一拜 所以台湾的语言 有时候是很漂亮 很美 很漂亮 那拼好过 有一个 你们在南白盒的时候 合不起来 那时候我就想说 就不用那里那低声下气 就好破 破了你怎么 在选记的时候 看上第三名 你们可以操作气宝 因为你们本地 本地就是要南白盒 合不起来 不要紧 那你接下来通常 他在台湾的选记 第三名 会被弃掉 所以国民党 接下来可以这样操作 其实 自己拼得实在 不要想那 OK 好 那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转捩点 因为南白分了以后 你的支持率就起来了 很重要还有一点 你选择的副手 副手赵绍康 你应该那时候 我们要准备 如果南白破局 我们的副手是什么 你当时应该不是 只准备一个人而已吧 其实我大概 也没有说准备一个两个 其实我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那种状况底下 我讲过一句话 打你到最后一刻 这我说的 我讲话算 最后一刻就15分钟 你再打电话 不是 我要有一个人选 愿意在最后一个15分钟 他都愿意放弃的人 这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对 第一个 这个能够扛起重责大任 估我有互补 第二个 最重要情意相挺 相挺套 你要叫一个人来参检副总统 15分钟告诉你不要来 这个人一定要下定主意 就是要触成南白河 他感恩可以犧牲自己 我等到最后一刻的人 这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所以当时有这个条件像赵邵康 我相信也很多朋友要帮忙 但是我感觉 我第一个跟邵康说 讲真的一句话 我已经几乎快到 最后两个关头 邵康很过意识 他一句话说 让他想一下 让他想一下 没有多久 让他带 但是他有跟我说 我带一去带一去 我还是期待南白河 等到最后一刻 这是我们两个的约定 这个约定是在哪一天 前一天啊 就今月的前一天 还是今月那一天 没有 今月的后一天 今月的以后了 我这很讲话算了 你也拜托 一直跟定期的前一天就对了 差不多那个时候 就那个时候 大家有在谈 大家给他想一想 但最后就是要做这个节点的时候 所以你到最后要去登记之前 你还有打电话给 有啊 我都打电话 我还是打来 没有打赵少康也逼着我打 他也逼着你打 打打 教聘教征 民众人就这样 讲了就要做嘛 是 如果那时候 另外民众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一定还是要合起来一起努力 那你选择了赵少康之后 当然你看大家也 你的这个战斗兰 本土兰 这大家毁地都回归了嘛 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也看得到 不过像赵清德说的 你现在国民党就打纯战斗兰 你的本土兰没去了 因为你的理念 你也走这个马总统的路线嘛 那也是赵少康的理念嘛 所以你的本土兰你就没去了 我的理念很简单 台湾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 我记得五年前 我出来选择的时期 我自己写了一个 我为什么61岁出来 61岁 我61岁才出来选举啊 你第一次选举 61回 61回啊 你总是有个目的嘛 你要说服你的太太 还要说服你自己啊 你要告诉你为什么出来选举嘛 选举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祖宗八代都要把你挖出来 你要做这件事 我绝对我也忠心思想嘛 我当时自己写了嘛 台湾最重要是要团结台湾 不分你和我 不分族群 更不要分颜色 大家要共融共好 表一个台湾的团结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有希望 不过 因为现在是孫总统 也是要让大家有了解 这个事情 本土蜜 还有没有 什麽叫本土蜜 什麽蜜 我才叫侯友宜 我就为中华民国 告中华民国 告台湾 你会告台湾 这个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讲过嘛 中华民国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的国号 叫做中华民国 你不可能没信心吧 是 中华民国 台湾是我的家 我是在这里出息的 在这里大小的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大小的 小的也是增加出来的 我讲台湾比国语还溜很多 所以 我们在那个环境的成长 就会告诉我们 我第一个妈妈是生我的妈妈 第二个 就养育我的妈妈以外 就是让我成长的这块土地 就是我练了学校 让我养成一个 对国家要一辈子效忠 要发挥正义 那这辈子要荣誉 荣誉者要青年 要有为有所 以人民为天 作为人民的客栓 这我没变 没变 四十几年我不要变过 好 那如果要说 因为你毕竟将来 要面对的是中华 所以要问 你按照国民党的路线 你是支持也赞成 也认同有九二共识 对不对 我先想 我反对一国两制 我反对一国两制 我说一次 我说一次 反对一国两制 我说三次 所有我按照两个法令 这是全民的共识 一个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一个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两个就是我最基础的一个本 这两个本要够掉 中华民国省也有规定 两岸之间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主权 国家的命运是由两千三百万人来决定 台湾的命运 那我就按照中华民国省 他叫做中华民国嘛 他叫做中华民国嘛 他叫的名字不一样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啊叫的不一样嘛 既然不一样 两名也要交往啊 要交往啊 要交往啊 当然要交往啊 但是他一直说 这个基础的是九二共识 而且习近平 因为他现在走地制 他的极权化 他又有共识 他又扩张 他说九二共识里面包含一国两制 他就这样说啊 他这样说 我这样说 我就不是这样说啊 所以九二共识 有民进党污名化 变成一国两制 我的共识不是这样 不是 是习近平说的 他说他的嘛 我说的是说我的嘛 我叫做中华民国的宪法嘛 你如果我用什么共识 我九二共识 也是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卡 这本来就是这样啊 你的法律 这个九二共识也没有一个法律名词啊 我的所有的根据就是 我们的 中华就是按照宪法 你两岸 国防外交就是宪法 基本 所以不用说 所以你的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什么 我的九二共识的内涵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就是坚守民主自由 两千三百万人决定台湾的命运 那中华没有接受了 我真的一句话 我们都用善意去对待别人 我做事情 我瓜明蕊肉做足球 我跟他说 我说我就是这样做 我这一生我只要讲的事情 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这样做 所以 两岸最重要是 因为你不想对话嘛 你还要跟人家说嘛 你不对话 不交流 彼此不增进理解 你也没得没得 像我战机一直飞一直飞 不小心擦枪走火 法覆盖就覆盖 你想说尾巴战争 俄乌战争 你会想到吗 包括乌克兰 当时美国大概前两个礼拜告诉他 会战争啊 乌克兰的总统相信吗 那时候不相信嘛 对嘛 那尾巴战争 几十年没有打了 说打就打 两岸之间这样战俱 飞了飞过去 来的又不是客机 这样也没充滞 你应该是这样子 这叫现状吗 OK 所以如果你当总统 对岸就会跟你谈 而且是所谓的和谈的情况吗 我一定会跟对岸好好谈 起码我们要慢慢的去 建过一个稳定和谈的基础 那他不跟你对等啊 我们一定要用对等的方式 一定要采取这个方式 你promise 一定 我一定以平等、尊严、友善 来跟大陆好好的沟通 尤其我一定会从低位稳定开始 比如说专家、协责、民间、团体 先从户房 想基本的文化交流 拜的妈座同样 拜的官公同样 总是可以从这里开始做 所以这些 基本上如果从这里开始做 包括我们的教育 甚至我们的经济 都可以再开始讲 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然后达到一个基础以后 我们官方的互动模式出来了嘛 记不记得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快三十年了吧 两岸合作打击犯罪 我是第一个喔 台湾到大陆的警察 大陆就派公安来啊 那时候两岸光行事 见识科学的查中文 为了牵倒服 我们使了二十几位 台湾同胞 我到那边还跟他 大声小声叫 你可以掉那个录影带 还指控他 你这个查的证的不是史实啊 我还跟他讲啊 弄了他们 臉色不太好看耶 所以 所以 当然 只有对台湾同胞的潜力受审 为定仗义之眼 这个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嘛 那是台湾人嘛 所以就是文化经济方面先交流 好 那其实你提到 就是现在你选的副手 赵绍刚大家当然说他是战斗篮 可是呢 那以前所谓深篮 对你比较不放心 你在国民党里面 对 但有很多本土派也会觉得说 侯友宜在国民党里面 是不是会被人欺负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说 以这个深篮那一派的角度来看你 会觉得你是这个蓝皮绿骨 你怎么解释 对我没放心的人很多 很多喔 真的很多 因为媒体在形塑一个氛围嘛 很多人说我有加日民进党 你知道吗 这四人 我说没有就没有 但是我从来不会 为很多事去讲 我这个人 反正你抹黑我 抹红我 甚至讲那些 对我都不是事实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 这个连痛都不会痛 连痒都不会痒 我来得去抓他 不痛不痒 我根本不会理这个事啊 别人怎么看我 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自己 有没有对着自己的良心 我没有讲话是实话 这是我最基本的嘛 我讲的是 政治口水怎么会把我淹死呢 子弹就没有打死我了 还政治口水怎么会把我淹死 现在是说在国民党里面 那样 不要说在国民党里面 我当时在做事的时候 办了很多案子 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我用专业解读 你没有用政治解读 我也要笑 对不对 以后时间就会证明一切嘛 我们做事就温馨无愧 对 我希望台湾是共荣共好 大家让和平又就像彩虹之美 多颜色 大家可以在一起 OK 别人对我误会 或是不体谅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每个人看的角色不一样嘛 我民国六十四年 就加入国民党 讨厌就要加入 像讨厌也是 我也是加入国民党 对 我唯一加入的政党 叫国民党 那你要继续坚持道德 没有啦 我们早就失联很久了 那你过一样嘛 我也是因为当警察 后来失联了嘛 那选举那时候 为什么要回去 我觉得台湾不能一党独大 台湾是让两党平衡 让整个两党可以顺利的运作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说 助委安委要选举 总是要选一个政党 政党嘛 所以你还是比较偏国民党一点 我也不是比较偏国民党 因为我知道 中华民党信号就是保交为国 顾中华民党 顾台湾这个土地 我这个理念是没有变的 每一个政党都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不要说这个政党都好在什么程度 我加入这个政党 就说这个政党很厉害很好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你的副所 常常这样撞到叭里哥再过头 撞不才有撞臂 你撞到他的优点 大家讲这个也没有違法 我们讲到副手的议题 因为大家会说战斗兰出来 所以战斗兰本土兰结合 所以这个就整个扩大了 不过就会变成说 因为赵绍康他一直很强势 也很厉害说话 然后大家就说 这侯友仪就是给一个保姆 然后根本就是赵绍康主导性更强 对不对 我很欢迎有这个副手 你知道吗 他很正当意 情谊相投 因为情谊相亭 就会情谊相投 所以只要当意 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每一个人一加一 不是等于二而已 可能等于三等于四 我要知道我是这里面的领导者 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团结力量 领导在一起 每人各就其位 各施其职 每个白智慧 到底走 当领导者下了一个判指令的时候 大家就没有后悔要 就拼了 今天我很高兴 这有两个人 狠狠狠狠 我是充满着信心 去领导有能力的人 把每一个有能力的人 集合在一起 未来我当选总统 我相信行政院长的能力 绝对不会输给侯友宜 那各部位首长的专业能力 绝对不会输给侯友宜 用人为财 能力都像我这样 都交一方而已 你当一个领导者是把所有的专业 所有的能力把它统合起来 发挥最大的团队 说他是你的保姆 我也是人民的保姆 我是人民的保姆 他做谁的保姆都不重要 我和他都是人民的保姆 都是人民的保姆 OK 好 不过他一直说过头 因为他很讲 而且平常也当名嘴当冠的 他在跟台中一中学生座谈的时候 他就说到 两岸应该派这军事观察员 互相派这个军事观察员 然后去看沿海军事部署 后来这么一讲 大家都在问是这样吗 然后你也说 不是说 你应该说 帮他拉回来了 所以你的副手 常常这样冲到比你还要过头 要冲才有刷 这样喔 你要散留他的优点 让他冲 大家讲这个也没有违法吧 是没有违法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你两岸就要直接这样做了 两岸一定是一步一步来嘛 我讲过嘛 对话 然后慢慢的 起了信任以后 一步一步才会到位嘛 对 所以你一下子就已经 就已经进到军事观察员的身份了 他这个是要一步一步走到位的嘛 所以你有跟他讲吗 说不可以这么唱 不可以这么刷 人家有一个理想啊 有一个理念 有何不好的呢 有一个理想嘛 理想在过程里面 我们要逐步把它建构起来嘛 他有时候给我们一个问 一个验警 我来做这个验警嘛 你看我做的事情 做到大家都可以 溶化的地方 温定的最重要嘛 所以你把他挖回来啊 没有啦 我刚才把他挖回来 我不用把他挖啊 但是你有马上说 这个还不到这个阶段嘛 没有啊 事实上我的讲法 从以前到现在 就没有改变过啊 对不对 我都没有改变过 当然是以我的讲法 为准嘛 他可以冲啊 他为什么不可以冲 他讲得很好啊 那也没有讲得不好啊 但是他将来是你的副手 而且这个副手 他还提到说什么 你愿意把总统的职权 让他参与喔 我们说副总统是辈位元首 他就开始跟你说 没有总统的意思 他说他的职权 会让我参与喔 你这违反宪政 不是这样说啦 你改双也没中了 我要纠正你 好 请我 误错误会的啦 这是这么多人这样批评 我这样说 没有啦 这样说啦 有个电视你听一听就好 你不要和民主同样 你听一听就好 其实他讲的严厉是 其实我跟他讲过 很多重要的决策 我一定会跟大家咨询 副总统当然是他有被执行的这个角色嘛 总是这些事情我们要参与嘛 有些事情你还是要沟通嘛 虽然他是副总统 你可以决定没有错啊 就算我每一次打仗的时候 我会问我的副大队长 或是副队长 会问他说 我们这样部署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明天早上几点公间好不好 我决定说六点公间 他说不行啊 九点公间 我会听他讲有没有道理 所以他是一个咨询的对象 当然要咨询嘛 很多重要事情一定要咨询嘛 那当然要咨询啊 很多事情你越多人咨询 你才会犯错误嘛 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但是你要把所有人的观点 融合到最后一个观点 就是你要做决定 那就是你的观点 那才不会判乱错误 所以他们怎么说都没关系 让他们一直说一直说 最后做决定的就是我 当然是我决定啊 我从以前打了几十场枪战 包括我办了那么多案子 哪一个事情都不是我做决定 以后就看 如果你当选总统 怎么样这个谨守宪政 可是你有说到 像赵绍康能力很好 你也很欣赏他 很麻烦 所以说如果能力这么好 侯宜达这备位元首 也许太可惜了 你也可以让他兼任行政院长 最后才说嘛 你讲那些都最早 讲那个也没有多大意义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找到很有能 跟我们情同义合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来当行政院长 因为台湾人材很多 只是说人家愿不愿意 其实有时候有人 是不愿意来当你的行政院长 是喔 真的 招杀公司我去拜托他来的 你拜托他来 拜托多久 其实他算是很 阿沙里 阿沙里 我们说到李欢仪 李欢仪你看你不分区 第一名韩国瑜 这个也是高招 所以这是你的主意吗 还是怎么出来 这是大家的主意 大家的主意 我从来没有挖个人的主意 我觉得个人的主意没问题 团队做了一个决定 就往前走 没有对跟错 所以是因为这样 你跟韩国瑜的关系 才会变得比较好吗 其实 所以大家外面都误解太深了 其实我跟他都平常 虽然很少往来 因为我自己很麻麻 没有啊 那当初在算计 他觉得你也不要跟他走三天啊 你都照顾你自己啊 你都 他好像有出来说嘛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有走三天没有 韩国瑜从来没有心结过 没有啊 我跟他有心结 他也没有跟你玩瘫过 你当时不去走三天 我也没有说 他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我们也大家都很麻痹麻痹啊 是喔 所以你们都想那么多 你奇怪 你都要想多 我都不想 大家都这样说 所以就要跟你本人问清楚 政治吃不料 吃不料 无事生活的事情有够多 所以再算了 我们在立法院 因为 你觉得这次国民党会过拔吗 一定会 一定会 是怎么这样 很有信心 我每次走到各立委的选区 政党轮替的声音很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在地方上走 大家都想要政党轮替 所以你的立法院会过拔 因为一个一个选举 希望你 不希望你再担任的人 不希望因为你 让这个一党独大的声势 一直想起来的 所以你会觉得 这次的选举 总统会赢 国会会赢 就是全面执政 总统一定会赢 我立法院一直担担到贵盘 一定会贵盘 就全面执政嘛 所以本就是要问说 我们是不是会在立法院 跟民众党做会合作 我说这样 不管大党小党都要合作 不管是在野在草都要合作 我希望台湾是一个合作的政党 虽然是政党劲敌责任政治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用和谐的态度来面对 不要老是吵吵吵吵吵 各有立场 有些东西 理念的东西 会比较坚持 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人民有利的 社会福祉的 大家不要那厉害 大家都说得好 好好留一半 不要说人 党比较人少 你就以大乞小 我也真的不好 虽然小党你要尊重小党 所以韩国瑜算下来做立法院长 韩国瑜做立法院长 韩国昌做副立法院长 你感觉呢 哈哈 你胸牌喔 哈哈 因为你们的铺牌 看起来是这样 我 我不是胸牌 我不会铺牌 我只会把握今天好好做事去 把握今天好好做事去 我从来不会去想说 明天会怎么样 仰岸现在的处于非常 具有冲突性 比你们兵凶战略 这个现状不叫维持现状 好 OK 那也是这么多人 评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市長一年都不用做 你都在做 你在拼算计而已 全台湾最多人口 第一大市 新北市 然后市长 一年没看 嗯 我来说 新北市的市政 从没有停歇过 我几乎几乎每天都会 关心新北市市政的进度 不能进度落后 每天到现在 你还是每天有关心 我都还是常常进 像像新北花园会这样做 我就会问他们一下说 安全喔 安全要过好喔 像我今天 那时候还是新北花园 今天是假日嘛 人就多了很多嘛 还是拜托我们同仁说 安全要过好 要保护 不要 安全不要出事 当然 细了我不会去管那么多 但大言之大方向 我还是会盯着 不是盯啦 就是关心嘛 所以我现在请假了 我还是要关心嘛 今天发生一个重大事情 你还是要负责任的啦 重大事情 当然你要负责任的嘛 那你 这个态度我没有变 还有一个很重要 其实我在 我出来参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 我参与也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当然是 我是被徵召的 我讲过嘛 被徵召 国家有烂 屁股有责 因为那时候 也不是那时候 现在 就是兵凶战委 战绩飞过来嘛 两岸没有和平 没有所谓的经济的一切 人民没有好日子嘛 那你新北市 也没有好日子可以过啊 你这个过程要参与总统嘛 因为你说你会有增长 你有想过 想过说 啊 那我应该 新北市中心死掉 我这样说啦 因为新北市 目前的状况 我希望它会更好 所以我会 对新北市 还是有一份责任在 嗯哼 这样我们来看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 因为很多人会注意到你的五五方案 因为大家 年轻 要买家 困难 所以你就说到 投期款 不用这个事情 我想这个政策 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免投期款 那当然呢 这个 会有人 很多人也提到說 我們在借錢是要行的 不是說借錢就不行 你現在是頭錢 頭錢款 好像我先填頭啦 你五年後你也是要行的 那不一樣喔 不一樣 我說這樣 是怎麼不一樣 在台灣的房價 從來沒有降過 只有反升沒有降過 所以第一桶金是最辛苦的 要買投資款第一桶金是最辛苦的 你如果讓它第一桶金 是政府幫你準備好 你去買 你有辦法買下去 你會自己算 我到來五年一來外付多少 你大概會算嘛 那時候我們也算過 大概要外付到四萬八左右 差不多五萬塊 差不多五萬塊嘛 所以你要想 那五年以後 我這個房價我相信五年以外 五年以後 物價一定會調嘛 工錢也會調嘛 那相對的你的房子也是增值嘛 你以後要付投資款 等你五年以後 起碼你現在付的這個租金 就不用付了 等於是已經幫你繳了 一部分的利息了嘛 對 但是 這樣才是你可以買房子 五年後我薪水如果沒比較多 我五萬我就付不出來 五年以內 像我講的 基本工資我在做 一定會調到 任內會調到三萬三嘛 基本工資就會調漲了嘛 那這個一定基本上在整個政府的經濟體系裡面 每年的經濟都還是有一定成長度 只是低跟高而已嘛 那你會隨著這個物價 還會隨著你的薪資的調漲 你相對的你的物資 相對的你付的利息 付的本金還是在這個數目嘛 並沒有減少嘛 所以你相對的 你的負擔的壓力會比較少嘛 OK 是這樣算嘛 所以你感覺 因為也是有人說 那時候到五年後 我五萬流不出來 最後你的貸賬就變了很多 我們一定有的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貸款有一定的限制嘛 我說四十個的腳嘛 手購嘛 排富嘛 然後一生只有一次嘛 我們大概有一些規定 而且沒有信用 這個信用沒有所謂的瑕疵者嘛 一千百萬額度內最高全額帶 對 這我有一個規定嘛 你要開放大量的入生 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這麼壞 你的青年失業率也很高 然後很多人就說 我們台灣也這裡兩千三百萬人 你要開放入生 這不是相對是壓縮到本國嗎 我是開放入生來台鏈輸入 所以我講 講得清清楚楚 還要幫我模仿 我是開放境外生日來 入生也是境外生日來台湾打車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族自由國家 是在怕什麼 你不是很對有信心嗎 你來看我們台灣人的好 台灣制度的好 對不對 所以大量開放入生來打車 入生來台鏈師嘛 當然一開始一定有限的 慢慢來 我們勢力學校可以容納多少 我們當然會有討論嘛 這個入生來台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嘛 至於入生就業我也講得很清楚 就按照現有的規定的辦法來湾 他有大陸人士來台就業辦法嘛 但還是有一個名額的限制嘛 還有一個條件的限制嘛 按照那個辦法來湾 來做工作 OK 我問你喔 你認為兩岸現在是處於一個敵對的狀態嗎 兩岸現在處於非常 這個人既有衝突性 衝突性 比你們兵兵戰略 兵兵戰略 不兵兵就打起來了 不兵兵就打起來了 這個限戰不叫維持限戰 這個限戰還要滅下去 不兵不兵你就站起來了 世世代代就結束 彰化 謝家他媽媽 以及謝依侯都沒有問題啊 我相信謝典年也不會有做到問題吧 好 我們看到呢 你這一生的對在公職上面的一些表現 不過我們看到這一次選舉 畢竟國民黨有沒有整個都團結起來 也是有人在看地方派系 或者你說不要講派系 就地方勢力好了 在地方耕耘很久的這些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最近 雲林前縣長張榮衛 雖然他的妹妹張立善縣長 還有他的女兒就是張家俊 擺出來 一字排開 給你迎接 給你停 你有感受到嘛 所以這個在地方上 當然還有包括彰化 還有苗栗等等 有些地方的人也還沒有表態 所以現在到底說 泛蘭在地方上的整合是還不好嗎 謝謝大家 正下選舉不到一個月嘛 對 其實地方很多人 雖然沒有站出來 但是一直都在私底下給我很多的幫忙 我都很感謝 你的意思是說 表明不說 蘇帝都幫你幫忙 人家說蘇帝大家都很幫我幫忙 比如說 比如說 屏東就回來了沒有 周點論我跟他談得滿愉快的啊 他也公開表達支持我啊 張華咧 張華 謝嘉他媽媽以及謝伊鳳都沒有問題啊 我相信謝點玲也不會有多大的問題吧 因為謝嘉德就是一家人嘛 所以其實很多人只是 有時候在檯面上 有時候在檯面下啦 大家都給我很大的幫忙嘛 因為其實我從政的資歷也不是很深啦 畢竟大家只是了解沒有那麼深而已嘛 慢慢了解以後 我的個性跟人家相處都不會有多大問題啦 其實我一生就是做事情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 跟別人有什麼處不好的問題存在 沒有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表面上不說 不過也是私底下 沒有 都給我們倒三天 我都很感謝 大家都給我倒三天 OK 我都放在心裡 放在心裡 我真的謝謝大家 他們盡份力量 不管多跟少 我永遠謝謝 今天的活友宜是永遠要謝謝大家的幫忙 好 那我們就來看了 以民調的表現上 我們在各個區域的支持度 你看在12月13號所做的一個調查 好 那這個調查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一份 賴蕭配他們贏了所有幾乎紅色的是贏 只有桃竹苗是輸 那換句話說呢 你在這個所謂的本命區新北市的部分 12月13號的調查也是輸 那可是呢 馬上沒過幾天 我們看到在12月16號所做 12月16號所做呢 你贏的區域就是包括 新北市 台北市 桃竹苗 當然桃竹苗一直喔 你們都是國民黨很穩的啦 然後輸的地方包括中張投 雲家南跟高平 也就是呢這個彰化以南喔 的這個部分 恐怕呢就是以目前的數字來看是 比較有一點差距 你的感受也是這樣嗎 這個南部我還要很努力啦 因為畢竟我雖然是南部人啦 但是我們沒有人 中時的是人親跟妥親啦 要經常接受才有機會嘛 所以我這段時間都一直在和南部 不管是車隊拜票啦 或是去菜市場拜票 或是和我們的肇事會 約年做會 我就一直在兩趟嘛 漸漸他們也比較麻煩 只要說我是我們自己故鄉 還沒地方出身的 也是一般的人民一樣 我說話的口感 全部都一樣啊 所以我一講 那不是我們自己的人 所謂自己的人不是說 分你我以為我的人 就自己南部這孩子的口感嘛 我就重情重義嘛 重鄉 鄉土情嘛 所以他們我們的連結度就會很快啦 其實我從頭到尾 我覺得我一直抱著很大的一個 對南部鄉親的認同跟期待 所以接下來的策略會比較著重在南部 其實我這段時間也常常去南部啦 可能我跑的還不夠多 還要繼續跑嘛 所以要繼續努力 還要繼續拚嘛 不管是北部 南部 或是東部 或是哪一個地方我都要拚啦 所以用我最大的力量 拚最後一里路嘛 所以我們看 因為有一點緊張 剛剛那個民調本來這個本命區都不見了 可是你畢竟締造了紀錄 2022年921選舉 115萬多票 62.42%的選票 2018年也是116萬5千多票 因為新北市當然它人口最多啦 可是這也是締造了前五古人這樣的一個紀錄嘛 所以你有信心這一次在新北市還是能這麼好的一成績嗎 我覺得一戰歸一戰啦 尤其我這一次是查卡都嘛 不是像是一對一的選舉嘛 票一定會被分散 所以說到新北市啦 有時候心頭的一個痛 你會覺得那個恩恩案對你有影響嗎 其實這樣說啦 我對所有的家屬 我都會盡最大的努力 用同理性來看待 所以家屬有什麼聲音 有什麼意見 我都尊重 我沒有意見 因為我曾經也走過那一段歲月 這種情緒我都可以理解 最後要請教 如果你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會讓台灣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會讓台灣變成一個開放自由 永續任性的國家 不管是在國際上在兩岸上 台灣永遠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而且永遠是一個安定讓人民安心 所以我常常想過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人民安心 世界有放心 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好 非常感謝侯市長來上我們的節目 總統先生請回答 這個節目已經是完整的訪問了 三位總統候選人 讓他們能夠充分的表達自己的理念 同時也對很多大家的質疑 一一的來提出解釋 也提供給所有的選民來作為參考 1月13號請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 珍惜民主的權利一定要去投票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